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呢 其实上一集应该也是你吧 因为我们就是很久没有录音了 然后我这边也是停更了很久 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想说 因为我当初做这个节目频道 并不是说要一直搭一直听啊 一直干嘛 不是也不是说大家不要一直听啦 就是说因为有的他是把Podcast 当成是一个休闲闲暇 可是大家如果听过我们节目 其实我们的讯息量非常大 就是不是只是跟你讲一讲 就是你其实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那所以当初我其实设定是想说 希望很多 因为大家其实越来越开始接触身心灵了 那可是其实总是会不知道去哪里接触 那或者是可能会 很懵懂的开始 如果遇到 一些奇怪的 他大概就会怎么办这样 那毕竟我们是这样子摸索过来 然后呢就想说 没有机会来上课的同学 然后的朋友们 不要说同学的朋友们 可以借由听这个有一些 一些观念跟观念 然后你之后再去接触 你才会有一个核心 才不会被人家牵着走 就是整个胖子死 我最常常就是整个胖子死 你知道吗 其实真的现在很多是这种问题跟状况 所以我们也是看了真的很多 所以我就想说 主要是想要让大家能够真的了解一些事情 所以我才去那个 所以如果我觉得 没有很特别 觉得有什么想讲 我就没有讲 而且其实前四十集 已经都是连开悟都讲到 我还要再讲什么 就是我就觉得 其实很多部分是你可以那个 当然如果我们觉得 有需要讲或可以讲的 我们还是会分享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 那到底是什么 因为利亚为什么这次她会来呢 她其实很多时候想要分享一些事情 我说 可是这个不是也是跟之前的题目有点类似吗 对 其实在讲了很多都类似 但是好吧 那我们就做 但是单一事件不一样 对 做主题性的 把它拉出来讲 好重要的一些 对对对 因为你看她多激动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我们之后打算就做个什么特辑 就比如说桂圈争亂之类的 就是你们好乱哦 神经营圈真的好乱哦 对 然后因为我们讲乱也不是讲第一次的 然后只是说因为 对这次呢 利亚就是深受其害 我是受害者哟 不是不是 其实其实 她讲的那个某某人 其实我们都知道 她一直都是怪怪的 对只是说 呃我必须说啦 神经老师齁 大家不要真的从 大家已经听过我节目都知道 我们不要觉得神经老师就是多怎样 No 就是 对我的学员大概现在都知道说 其实有些接触啊 我之后 不是说多好 但是我们自己会去检讨 然后就我不会 我自己就觉得我不是那么先的人 我就不会讲说我多闲 我就是 我就常讲说 我就是要吃饭大便尿尿 然后要打泡什么 这OK 就是这个都是人之常情 你要知道这是你 你要先接受你是怎样 你才有办法去改变它 而不是去躲避它 就是带头 如果这个老师带头 就在逃避面对自己 那整群人就会带头 逃避面对自己 就是很多都是这样 很多耶 对 所以就是我们会去 非常多耶 所以我不会那么先说 我就好像很直接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能够接受 那就会比较知道说 其实在看一个老师的状态 是看他实际上的 他的本人的状态 不是他的头衔是什么 可是就会发现 很多就是挂着这个头衔 然后他为了得到这个头衔 他要做这些 也不是真的他该做 他只是想要获得什么 好 然后所以就有很多问题 然后所以大家就知道 其实真的很乱 然后今天丽雅 为什么会想讲呢 他这个故事呢 你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我觉得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分享给大家 他成为受害者这个故事 我必须要讲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保密原则 听到了吗 保密是原则 这个是很 我觉得这是很基本啊 就是 你今天就像你不是疗愈师 就像你不是老师 不是什么 你今天去 帮跟一个朋友聊天 比如说我们今天两个是好姐妹 我跟你讲什么什么什么 我总不可能去把 丽雅的一些私人的事情 去跟别人去哄嗓吧 你就哄嗓头啊 大嘴巴 就是连不是身心灵老师 这个不是你的工作 这不是我的工作 我们只是姐妹在聊天 那 当然连这样讲 大家就觉得不应该 那何况你今天是一个身心灵 的部分 或是今天是好 你就是一个咨询 或是干嘛 你做个案 然后你把个案的资料 像比如说我要分享个案的那些 我就会问说 哎这个 他们直接主动回馈给我的哦 那回馈给我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匿名分享 我都会先问 对我也会问 而且他们是主动 你会介意吗 对对会不会介意 介意我分享吗 需要打马赛克吗 而且重点是 他们已经是主动 跟你分享 你很好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其实是 很喜悦在分享 好的事情给你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的 那何况是你去讲别人的隐私 你在过程中怎样 我觉得丽娜 你就直接讲好了 就是 这个 爱的意思 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呢 耳闻 耳闻 我真的是 不知道传了几首 才传到我的耳朵里 而且那很好笑 耳闻呢 外面有一个老师 说跟我有合作 他帮我做过疗愈 然后 我因为有帮我做过疗愈 所以我现在才这么成功 哈喽 然后呢 就刚好讲出 我那一次疗愈的内容 但是就被传得乱七八糟 我觉得真的 很 很 Ridiculous 而且 很荒谬 而且是怎么样的疗愈内容 因为我刚刚听了你讲 其实我觉得 那也不能算疗愈 因为他们没有真的解决你的问题 嗯 应该说是带 就是很多 必须要讲 我们 其实我不只是学宠物沟通 我背景还有 我最一开始学 催眠嘛 我最一开始学的就是催眠 对啊 对 我最一开始学的是催眠 然后我还学了很多什么奇门遁甲 所以在学催眠的时候 因为学催眠你 同学之间一定会互相练习 这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练啊 对 或者是今天你遇到 啊这个朋友他也是学 啊他可能学类似的 我们会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来实验说 哦做这件事情的感觉如何 对 反正就是某一次呢 我在被这样子做 呃个案的时候 在练习 在练习的状况下 然后我就看到我某一辈子发生的事情 然后 所以他那时候是跟你一起 他有去学是不是 还是怎样 嗯 这个人应该就学蛮多的 哦他就什么都有这样 就是学了很多 他的他他想学的不想学的什么都学了这样 就拿了一堆证书 证 就说他很多证书这样子 证书真的是 这只是证书只是纪念品好吗 你们清醒一点 哈哈哈 我刚才说实话就是真的 他只是一个 所以我都讲结业证书 我们都说结业证书 那不能代表什么 对 就是真正的 我说实话 我都觉得说真正的第一次是经验 今天 我很多 我也有很多学生来问我说 老师 这个毕业了会发证书吗 我说这个证书是结业证书 我只是纪念品哦 我超诚实 本来就是这样啊 我超诚实 因为不代表什么啊 请问一下今天政府机关认证了吗 对 或者说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自己 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个 学会 或是你自己的系统 对 比如说我这个公司 我自己来认证 我认我自己的 那你可能我这个公司 我是很有名气的 比如说假设你今天是 一个很大的什么公司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司很棒 然后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有去认证什么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稍微略信一二 可是我没有的话 其实这东西也不怎样 而且就是我们都知道 大公司认证也不一定是 有时候出来 后来他也是阿萨布鲁啊 好 反正就是讲回来 这个保密原则 对对对 反正就是被 这个 我这个被 做个案的这个 练习 练习的过程 当中 我就是看到 可能某一辈子我发生的事 不是很好的记忆 然后这个记忆呢 你没有讲细节的意思吗 我不想讲 这讲出去是很扯 可是我觉得可以 甚至来澄清一下 我没有哦 好不好 那个是好像某一辈子 好 真的是 看你没有想讲啦 不讲你的关系啦 可能真的是某一辈子的记忆 记忆这种东西的 因为这个就是 催眠的东西就是 你自己去看嘛 你自己去看 你最近 你这辈子 有没有很莫名其妙 你可能跨不去的砍啊 对对对 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习惯啊 或者不喜欢什么事情啊 莫名的莫名的 然后那可能是 某一辈子受过的伤害 你可能需要自己去看到这个状态 那催眠师呢 催眠师就是带领你 去看到你现在有这个问题 那再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辈子呢 已经重新重生了 reset了 你不用再 再执着于过去 让这个记忆伤痛 肌肉的感觉 让他lady go 这样才得到一个完整的疗愈 对 然后反正 哇 又讲了 你自己看啦 好隐私 可是可是那个其实不是事实啦 就没差 好 反正就是 我某一辈子呢 是被强奸过 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 你应该很多辈子都被强奸过 我觉得我们应该随时 某一辈子被强奸过 然后强奸 被 我是被强奸而死的 我之前有一个个案也是这样 一个学员 他就说 他也是这样觉得 然后因为 所以我这辈子一直都有 亲密关系的恐惧 我不喜欢 所以我占生超级久 可是 好啦 这是个人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你倒不是恐惧 我觉得你是还蛮 enjoy自己一个啦 就是 我觉得你对我的感觉 你不是 你没有怕 你并不会排斥 可是你没有很有 没有很上心这件事吧 我必须要说 这真的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在做 我在亲密关系的时候 我是会拒绝 哦 那所以真的是有 是真的有 所以我看到那一辈子的时候 这个状态 我真的有lady go一点 所以我现在就是 很open mind的去交朋友 对对对 然后所以 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状态 这个 我 那一辈子的记忆 好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已经不是秘密了 哈哈哈 可是那是那一辈子 是我自己讲出来的哦 是那一辈子 不是那个 而且我说实话 谁知道 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不对 我们只是说 那有可能是你某一辈子的记忆 或是它其实是 有可能是一种暗示嘛 对不对 你心里的有一种暗示性 可能是 但是 都不一定 催眠的过程 就是要你自己去看到 看见你自己的问题 的状态 然后lady go 对要lady go 对lady go才是重点 好 反正就是那个 这个人呢 就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人 这件事情呢 就被传出去了 然后因为我住在中山区 我住在中山国小站 然后这件事情 居然被传成是 我被抢奸过 然后我住在那边 所以我坐酒店 就是 莫名其妙 你坐酒店 然后所以你被抢奸过 对 我没有 这逻辑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被抢奸过 所以我 我住在那边 然后我坐酒店 然后我被包养 莫名其妙 哇 他们故事写得很好 啊 我要是真的 能被包养就好了 你就不用出来再沟通了 我为什么 对啊 我被包养 我干嘛要做沟通 我干嘛要开课 我自己感人累 我为什么要教学生 对 所以 这件事情呢 就被传得莫名其妙 然后这么刚好 传 传到了我的 我曾经做过的个案 然后他就来八卦 他就来 他就去当初介绍我们 来做个案的这个中间人 去八卦 说 啊那个 沟通师原来 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对 然后这件事情就 转转的传到我耳里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哦原来他去 这个传出来的人 他去参加某一个 灵性的聚会 然后在里面有一个老师呢 他也不知道是谁 因为他完全不是灵性圈的 对 他就说 哎这个活动呢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哦我曾经帮这个 呃宠物公公司丽雅做过疗愈啊 对 然后所以他现在才可以那么的成功哦 所以你要来报我的课 哎呦 我跟妳讲 大概是这样 大家听到 听到问题了吗 哦我曾经帮他怎样 他所以他才能怎样 他觉得 人家的努力都不是重点 他觉得都是因为他 他才可以 别人才能怎样 如果没有他 别人都不能怎样 我已经讲过 疗愈师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你们想着你是老师 你就可以 会背天会赞地 会怎么办 请不要有这种观念 我跟妳讲 我们真的没有这么了不起 你也没有这么了不起 如果你抱着这个念头 那请你不要做这个工作 你没有这么厉害 没有人有这么厉害去改变别人的人生 愿不愿意改变就是他自己 即使你今天做了疗愈 所以他用这个来 而且他就是 然后用这个就是都是他 所以他就是有一种救世主心态 你们都是要我救 你们没有我救就不行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他为什么要拿丽雅 因为丽雅做得还不错啊 他就 他就 才有采丽雅 说你看都是我帮他 他才怎样 不然他真的很不行 我先讲 我重视的 我随便他怎么讲 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他讲的也不是事实 真的不是事实 但我真的住在中山口小菜 我就住在那个附近 可是为什么会被讲成这样 我真的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的故事 你编剧的能力这么好 你怎么不去 你怎么不去 你去写戏这样 你怎么不去写那个什么霹雳滑 对 真的莫名其妙 但是我只希望告诉大家 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你正在 你学了身心灵 或者是你跟人家聊天的过程中 这很隐私 算隐私吧 这是我某一辈子的记忆 这是我曾经被催眠过程中 看到的过程 对 你有问过我 要不要讲吗 对 而且重点是哦 你今天好 就算你是个案分享 个案如果同意 让你分享是可以 但是通常我们不会指名道姓 连人家名字都讲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匿名 匿名 他已经同意让我分享 他觉得他真的很有趣 而且是他们主动说 我觉得很棒 我愿意分享 我们也都是匿名 就算说今天有个什么什么 他可能这样 我都不会直接讲 那是谁谁谁谁谁 尤其如果对方是有名的人 他绝对不会喜欢这样 没错 他不希望你去讲他的任何的东西 就是吃豆腐啊 就是去蹭啊 所以 所以就觉得很无奈 然后 但我真的只希望告诉大家说 保密是原则 这是最基本的吧 这个不是当身心理老师 这是做人 做人的原则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要这样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 就是连做人的基本都没 所以就不要再讲身心理老师的问题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第一个就是没有做到保密 那他为什么不做到保密这件事情 因为他不care你 他重点是在他自己身上 所以你就看哦 他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我要踩你 我不care你对我 你 我不care你这个人 会不会因此受伤 我不care你这个人 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只在意 我做了这件事情 对我有没有好处 我去踩你 我去干嘛都没有关系 我只要我的利益 然后所以来报我的课 所以我很厉害我怎样 你们觉得这样子的老师是ok的吗 他会用这种方式去踩别人 只是为了成利益他自己 这是不ok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 我跟你讲 我对身心理老师的要求真的是很高 我觉得你的 如果你的内在没有办法去实实检视 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夺圣人 但是至少连做人的基本条件要素你要做得到 你连做人都没什么 你还要去教人家怎么做人 这不是有事吗 然后现在我是觉得 我现在觉得最基本是 基本上人的观念正 但是你技术也要弄好 可是现在连一些技术也都不行 这个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探讨 有些技术就是 桂圈争争 对 对圈争争 就是技术也不行 不是啊 这现在是 就是真的有的连技术都 所以你看刚刚就是内在有很多东西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状况是什么 他其实是很需要 你看他上了很多课 然后要很多的人家来怎样怎样 然后到处说怎样怎样 然后我很厉害 我怎样我干嘛怎样 其实反观我们介绍他的内心是怎样 非常匮乏 没有自信 没有匮乏 他很怕自己被看不见 他很需要被看见 他很需要被认可跟肯定 所以他去做 他想要去做身心理老师 这个也是我之前讲过的 有很多人 你们想要做身心理的产业跟老师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希望被看见 你希望被肯定 你希望你讲话大家会听 可是这个是不对 你希望自己special 对你虽然你有些什么 所以很多人在当身心理老师的时候 像我之前还有别的朋友就跟我讲 我说为什么那个老师 我不是只有一个 很多人跟我讲 为什么有的身心理老师 你们很多身心理老师讲话 不要说我们 我觉得我 我不是 我不是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的接地 跟非常的亲和好不好 就是他们就说 你们身心理老师要做起碰碰叫 碰碰叫听得懂 就是会 很爱指教别人 指教别人说怎样怎样 然后恢复 我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我觉得不行 这个本来就不会 如果你是这种心态 他要表示你很匮乏 你是不OK 而且你是不肯定自己 然后我说实话 可能这样子的老师 他可能现实生活中的 一些东西也都做不好 所以他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填补 我好像有一点不同 我好像比你厉害 我好像做得很好 对我比你厉害 因为你不会讲这些五四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 我一直强调觉察 大家已经听到这么多集了 觉察觉察觉察 从头到尾我跟讲 灵性也好 任何的事情也好 我们都是在学习 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在干嘛 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 而不是让那个习气牵得 而且越牵越远 然后越牵越神经病 然后可是越神经 可是我说实话 神经病就会一堆神经病跟着 但是我们就希望 大家尽量能够醒一点 所以像刚刚丽娅的那个例子 就是她你看 她又去累积了很多什么 她又去干嘛 然后用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她真的懂嘛 她只是希望去填补 就像有一种人 她是喜欢 当然我们讲到证书 有一种人 她是喜欢收集证书的人 她就是一直去上上上很多课 然后每一个都要拿证书 然后拿到一个证书就看 你看我又拿到什么证书 我又拿到什么书 就累积了一堆证书 就觉得说 这些证书都是纪念品 但是她不懂不懂 我跟你讲 我说实话 大家不要这样觉得 我说实话不懂的人 别人 就会看这个东西 对 别人真的看到之后就说 哇恭喜你好棒好厉害 可是我就觉得 这个不是没什么吗 就是我们自己内行懂的人 都觉得这个都没什么 或是你如果秀出来说 啊POIGPO怎样 就是很开心说 我今天上这个课我结业了 对 这是纪念 但不是说 我有这些头衔 我就可以去怎样 我对我来说不是 真的不是 我自己都不太 我跟你讲 一开始 我们那个时候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们老师就会要求说 你如果真的要对了 你要做多少个案啊 干嘛干嘛 我完成的都 我都还不太敢直接说 我要 我是疗愈士 我什么 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啦 我大概 我还发现我做送播 我是先介入水晶 然后后来送播 我开始做送播疗愈士 大概已经快十年前的事了 八九年前 但我好像老 我是看起来年轻 但是其实我年纪不小啦 然后所以就 所以就以前 反正就是后来生 所以他们有种会去收集证书 但就要去思考 做这么多是真的 你很有兴趣 那如果你真的喜欢 其实证部证书不重要 可是我觉得有证书的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他有要求 他有要求说 你做完 你上完课 你有一些什么要累积多少 怎么你才能达成这个东西 这种证书会比那种 一上完课马上都拿到的好 因为你有花时间 跟花精力去练习 可是这个东西 也只是一个基本的 你完成这个学习而已 对 它也不代表什么 除非像比如说 为什么我后来会开始 想要推疗愈士的认证 为什么 我说实话 我何德何能去认证任何人 我并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只希望说 我希望至少大家要知道 不是你今天上完课 你就可以怎样 如果你真的希望这样 我希望你至少把 应该要有的基本功课做完 我至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 我最后才有设定一个 是帮我做 我就觉得这个很多人就会 有点 你知道 可是你知道 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有办法去 OK 我说实话 就算你完成那几十个个案 然后这些东西都完成之后 对我来说 以我自己来讲 我当初是 我完成了那些之后 我还是慢慢的在学习 我就觉得说 我还是一个 实习疗愈士而已 我自己都不觉得说 我做完我就是多厉害了 其实最真的 最重要就是 你要累积很多的经验 但是这个经验 能不能够帮助到你 就是来的这个人 能不能 他的经验 这个老师的经验 能不能帮助来的这个个案 其实也不一定 应该是说 如果你是顺流的 跟干嘛 而且如果这个老师 我跟你讲 宇宙其实会安排个案到老师身边 会 真的会 然后其实这个不是老师在疗愈个案 是彼此疗愈 因为 彼此看到问题 对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发现 我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对 所以我学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对 就是 就是他就会发现说 这个个案的 个案的状况 有可能跟我现在当下的状况 是有共识性的 就一个宠物沟通师 不去学灵气 先去学奇门顿家 对 但是这个都是他觉得他也有需要去处理的事情 对 所以他其实带着你 然后还有一些内心的转折跟内心的转变 没错没错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所以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疗愈师或老师 我们这些 就很厉害 无敌 不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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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是 我们真的不是 我们真的只是 我们也是平凡人 我们要吃饭 要上厕所 要洗澡 对 而且只是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我们经验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然后可能你可能现在就在这个当下 那我们就分享我们需要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时候我们结了这个园 然后帮你做了这个疗愈 你也不一定要一直跟着 这样 像比如说 我就觉得有些会一直一直跟着一个疗愈师 一直跟着一直跟着 这个也是 除非要疗愈师一直有进展 那不然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个案一点都没变 我说实话 我最怕这样子啊 所以我不让人家一直来问我 你为什么要一直来问我 你就来 你要把你就自己选 对 我不喜欢人家依赖我 对 可是他们有的会喜欢 可是如果今天讲到的是疗愈 如果你是沟通那就算了 如果你说你今天讲的是疗愈哦 其实很类似啊 对 也是 其实你的沟通是疗愈 是啊 我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啊 你在做疗愈 可是我说如果他主打疗愈这件事情 OK 你就会发现很多他疗愈 他就一直疗愈 一直疗愈 他疗愈到什么时候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说 然后个案的问题一直没变 那我就想说 那到底要疗愈什么 如果他有改变那是最好的 对 其实本来就应该要改变 不然表示你这个疗愈无效嘛 就我会不会讲的太实际 这是实话啊 那所以像譬如说 这频道就讲实话 哈哈哈 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之前都是会固定 跟他疗愈 疗愈 然后他就说 那一个疗愈师很奇怪 他就讲完说 你到时候一定会回来找我 然后说 疗愈师讲这种话 真的太奇怪了吧 不应该啊 你为什么要让个案回来找你 我都不care 个案要不要找我 我最希望你不要来找我 而且 而且我说实话 我最近已经先暂停个案 因为我没有时间接个案 哈哈哈 然后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 到底你 你为什么要 你是要帮助他吗 可是他们也有担心说 那如果个案不来找我 就没有收入 不会 如果你做的是对的事情 他就会送别的人来 就会一直来 一直来 对 其实你不用去担心说 你要培养长期客户 没有 不要 不要 不要做这种事情 不要去想这个 然后所以 这个 可是这个是心念跟心法 那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心念跟心法 其实这是很长的学习 所以我说实话 真的要当生意老师 不是那么的简单 对我来说啦 可是 没错 可是我就是 太激发 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我们世界的认为 我们认为 这样子 才 你才会成长 对 那如果你真的 今天不是的话 你们就去依赖别人 然后 然后去到处讲人家 我曾经帮他做过 这个老师真的很有问题 就是那简单 刚刚讲到保密 因为立兰讲到一个保密原则是做人 对啊 而且我觉得 这是原则问题 我觉得不是只有保密 就是还有 你要尊重别人 他完全不尊重别人 他不尊重他的个案 他完全不尊重个案 那就想 想当然而 他如果在做个案的时候 这样的老师会怎么做呢 他一定不会去听你讲 他一定会一直讲 我觉得你怎样你怎样 你就是应该要怎样 你要怎样 不然你不怎样 就会怎样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因为他没有尊重个案的学习 甚至他也不会去care说 个案现在当下 是不是需要听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那种老师 他一看到你就 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人 不要说老师 他看到我就说 我跟你说你怎样怎样 你没有问他 就自己讲 你有遇过这种人吗 有啊 很多 你那时候是听到什么事情 最常出现直消 不是不是不是直消 我就说 我是说比如说 身心灵老师啊 很多啊 消消啊 比如说 我跟你说你最近卡到什么 我跟你说你最近运势不太好 你有什么信念需要被挖掘 对对对 而且重点你没有问他哦 这可以做下一集吗 讲太通常 他说 你都没有问他 你都没有问 他主动就跑来跟你讲东讲西 你不觉得这很烦吗 这个我们 我不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讲 对啊 而且重点是他在推销嘛 对他在推销 不是他不是推销 我觉得因为他没事做 他想要展现他自己 他想要干嘛 所以到底是你的案需要知道 还是你想讲 所以第一步就没有做到尊重个案 然后这么基本的事情 为什么不会 如果当初是要配 如果还有我就觉得这些课程 真的是 我真的是越讲越气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不要气 这些课程 不是不是 就是我只是 就是要有一点情绪 这样比较 这样比较有情 只要戏剧张力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 我觉得说如果你们今天要把这个课程说你要做 培训或疗愈师什么 如果你胆敢惯上疗愈上的事 请你注重心法 我的课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心法心法 你这个心法只要打稳 你去用任何东西都 通用 对 所以我是用灵气在帮他打基础 所以我在 我说实话 我在跟学生后来我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就跟他讲说 灵气是可以疗愈 很好 都OK 但是其实灵气 他最厉害的点不是在疗愈别人 而在疗愈你自己 而且是帮你把你的智慧打开 当你的智慧是开了的时候 你就可以应用任何的技巧跟技术 去协助人或协助你自己 所以我是用灵气来帮大家打基础 然后让你的人生更稳定 然后稳定之外 其实你也不一定说 你一定要做疗愈师 其实你就会发现 你在你的原来的领域 或是你的人生的生活当中 会有不同的 没错 你会突然间明白很多事 对是不是 然后突然就改变了 然后你的人生走向就会变 因为你有可能 你天生就不是要做身心灵 但是你可能你要做别的事情 去利益大家 是啊 或是利益你自己 利益就是让你的生活更好 那灵气其实就是在帮助你 找到正确的自己的心法跟心念 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做就看你自己 所以对我来说 你学习这些东西 从来不是为了要当疗愈师 或是去疗愈别人 包括我自己当初学着 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其实我自己啦 我一直会觉得有一件事情 如果当初你来学习 你的心态就是抱着 我就是要当疗愈师 那我很抱歉 我觉得通常十之八九 都是有问题的 直接把你打回原型 因为为什么你没事要去疗愈别人 因为这件事很好玩 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来讲 疗愈师这件事情真的不好玩 你要去赚钱真的用别的方式赚 这个真的不好玩 这需要非常隆藏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然后还有很多的 因为能量层次的东西 其实我说实话 并没有我们表面上想的那么肤浅 或者说你只要知道的知识 你就可以来做什么 我们过去也会觉得 知道就好 可是知道跟做得到是两回事 差很远哦 我现在叫你来七成丹田 给我成 谁做得到 我也是经过好久的练习 七成丹田 好就做到了 这个是你要去体验跟练习的经验 然后我说实话 老师之所以珍贵就是这个东西 也不是珍贵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个东西 有练到专精 对 才能称老师 对不然你只是知识 我跟你讲知识谁比得过Google 对啊 Google最强 你就去Google啊 Google大神什么都有啊 Google干什么都有 那就是知识 对 可能不完整可能不怎样 但是至少知识绝对不会那个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些东西才是最难得的 所以学习一个东西 已经是他的人格特质 他的经验跟他这些东西 所以刚刚讲的那东西 就是有几个问题 对不对 太多问题了 太多问题了 我们这一集就讲保密原则 对 可是保密原则 它其实不只有保密原则 你看刚刚刚就讲了很多概念 就好多的东西 其实对 我们刚刚在猜测的某人 对 我啦 我在猜测的某人 这样子就是状况很多 然后其实我也觉得 我自己的感觉啦 就是 他 就是这样子的人 他一定是这种角度都心魔 就是说 他可能有很多东西是 在增进他的小我的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小我 他的这些灵性工具是会 增进他的小我 而不是让他的高我 或是 那个本我啊 不会让他有所成长 对 这个东西 对 然后这个之后 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来探讨一下 这个东西 有关这些事情 这样子 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保密原则 然后 听到先 听到这一集的人 就 我自己讲了 哈哈哈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 编剧 对 都不是事实耶 奇怪 哈哈哈 都不是事实 就觉得 原来我很适合演这个 哈哈哈 好奇怪哦 为什么会这样 我莫名其妙 听到这些 这样 对 而且 而且 据说啦 这个 还有要 要讲后续吗 那 但 我所以 你要不要再讲后续 后续我刚刚知道后续 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就是保密原则嘛 第二个 呃 如果 今后听到我任何 就是什么 这个老师跟我有合作 来 请到我的主页看一下 我真的全部都公布 我跟谁合作过 嗯 啊如果真的没有他 对 sorry 他自己讲的 他不在 他不在我的世界 这个 这个也是有的人会去公然吃别人豆腐 就是 就是比如说我明明没有跟你合作 那你就拿你的照片来放 这种其实是不行的 你就倒用照片啊 可是有的真的会这样 你干嘛倒用我啦 或者会用 会有会用 会用一些文字游戏 大家所以 大家要去看一下 像我 前不久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名人 我我我 我刚刚有跟丽雅分享 我我前不久看到一个东西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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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报导 我觉得那个很扯 就是他 我们不要讲是谁啦 他 公然的吃 某某非常深信 一些 非常有名 数一数多有名的人的 豆腐 大概是 Top1吧 他应该是Top1 但我们就不要讲了 他应该是我心目中的Top1 就是 对 真的是一个模范 然后他公然吃他豆腐 用他的照片 然后什么 但是他没有 他就是 讲的方式非常的 就是标点符号没有标点好 让你会觉得 那个 那一个Top1在帮他站台 很可怕 可是我就觉得都敢做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很不OK 你 你竟然想要用欺骗跟蒙混过关 鱼木混珠的方式去 就跟我的状况一样啊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看哦 他会想用鱼木混珠的状态 跟蒙混过关的状态去 为了他的利益 然后去骗别人 骗学生 骗消费者 骗个案 你看 如果一个老师 这是诈欺哦 如果一个老师说 那就是神棍啊 这是诈欺哦 所以神经营捐很多神棍 我觉得这应该就变成下一集 我可以哦 好可怕哦 跪圈争 我觉得这个我们会讲不完耶 好可怕 跪圈争之神棍 对我们这会不会有那个跪圈 跪圈争之 就是什么啦 你今天邀请到 我们今天跪圈争争邀请到 米瑟西路 我觉得真的 哈哈哈哈 就是神经营捐 这些不怕死的老师 全部都来吐苦水 很可怜耶 可是我觉得这 我哥们应该会红 因为我觉得 大家很喜欢听八卦 不是神经营的八卦节目 没有啦开玩笑的啦 只是主要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知道这些事情 你那个还有后续 我们就不讲了 对如果 嗯 哈哈哈 就是后续 对反正就很有趣 这真的是 这那后续 真的是我们的八卦了啦 这是我们的八卦 就是一种 一种就是哦 比宫廷内斗更有趣 就是互相 就是绿茶 撕逼 撕逼 哈哈哈哈 这真的真的是八卦了 真的很好笑 反正这个 那个不是重点 不是我们今天要讲 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想 跟分享说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 大家如果之后有 嗯 不管跟朋友聊天 或是你真的有在 从事咨询服务跟个案服务 请 能够保密 因为你总不可能希望 你自己的东西 不要拿去到处乱讲 对 除非人家说 我我愿意分享 对 那如果人家不愿意分享 你说个屁啊 而且重点是 你指名道姓 我觉得这件事不OK 今天就算分享了 你不需要指名道姓 是啊 真的不需要 OK 好 那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 谢谢丽雅分享 感恩 保密是原则哦 拜拜 拜拜 拜拜